大家好,我是Manny 那现在我们就从建房子 妈妈肯定会要有个地,对吧 那建房子,我们买地的时候 以建房子的这个方面来看 是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其实如果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建房投资 或者是就是为了买一个旧房 我们把它推到重建 哪些地尽量我们要考虑清楚 举个例子来讲 第一个,古迹房 对的 尤其是在多伦多这边 它有很多的房子被纳入是古迹 这样的话,这种房子的话 从售价上 它比一般市场的房子要便宜很多 便宜几十万 对的,有的会更多 但是的话,这些房子有很多的限制 因为它是古迹房 所以很大程度上它只允许你做这个内部的装修 要保持它的外观 这样的话就说是你如果想扩大使用面积 或者想增加层高 这种的话都没有办法来实现 虽然你能静气地从政府那里拿到一定的这个补助 但是如果你作为投资 一,你很难增加它的使用面积 很难增加它的这个成高 你虽然说你花了很多钱进去把它进行装修 但是你想卖一个高价的话 它这个客户群也会比较受限制 所以如果是做投资的话 尽量避免这种古迹房 对,我跟客人看房子 如果我知道它是有这个房间 或者是以后有什么比较大的装修改造 我就跟他说我们不要看Heritage 有些时候他们会发一些listing给我过来说 哎,many,many 我看到这个地址这个房子还挺不错 这个也很好 那我说真的等我查一下 因为我知道那一区会有挺多这种Heritage的 就好像我们在Main Street 在Makon,就这里往多面一点 那我查了一下 我跟他说他这个房子的定义是Heritage 我说如果你以后有就是说大装修 什么的话我是不建议你买的 那他们就说啊,这样子那肯定会pass 但是也曾经听过有一些就是说啊,朋友啊 就是好像曾经也听过你说 有一个客人是买的Heritage 对吧 嗯,然后后来也就是没有找不到 就说是各种事情很难很难批 对的,对,批不了对吧 他只能做零费,零费就要修 对,ok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就是保护区 什么叫保护区呢 其实在多伦哥保护区有很多 就是这个conservation 对 对的,对吧 嗯,这种房子的话,其实的话 主要是因为一,它可能是靠近湖边 二的话它后面可能是有景区 风景很不错 而且这种房子里面价格还很贵 但是,但是呢,你如果你想把这个房子推倒重建的话 它这个建房周期啊,比正常的这个房子推倒重建要长很多 因为正常的这个房子,你如果只是跟那个city来打交道 它不再保护区 那这样的话,你只是说是跟它的这个像建筑部门 跟它的这个林业部门 跟它的这个交通部门 然后跟他们来做打交道 嗯,因为都在,可能都在一个这个 City Hall 里面 对,这样比较方便一点 然后呢,周期也比较短 比如像北约克,它可能说是,你如果不上听证会 几个月的时间就下来了 几个月的时间是可能是三个月下来的吗 三个月如果说是很平时 平时的话,三个月就可以拿到你的建筑部门 但是你如果说是,City是要求是这样 我想把这个房子适当地加高一点 或者呢,你看你给我的占地只有30% 我想,这扩大一下 我可能说再多建个几百平址 这已经超出它的这个规划要求了 对的,要上听证会 但如果上听证会的话,如果在北约克 可能说是这个,从你递交到最后 这个拿到你的建筑部门 六到八个月就可以 但如果说是不同的城市,比如说是像是马尔寒 它这个周期就要加长 可能会需要一到一年半的时间 甚至更长 所以呢,这些都是你的时间成本 你要考虑进去的 但是如果涉及到保护区 很多情况下,City会要求你 先给保护区打交道 保护区同意了 然后他们再来审批 但是呢,如果是在它审批的过程中 又一些做的调整 你有可能又需要,这种会就 再跟保护区再沟通 所以呢,这样的话 这个,就像TPC一样 来来回报上,时间成本 就会拉得很长 有些项目 两三年,拿不到Beautiful 这都很正常 那两厢林这个,供这个房子 也挺贵的 如果房子住不了 只是放在那边 Cost挺高 你的时间成本 因为,你如果是投资的话 你这个投资周期 一下子拉长个两三年 它这个回报率就会降低很多了 对 前面讲的就是说是 古迹房和那个保护区 然后第三个需要注意的 就是呢,如果说是这个物业上买 有很多的这个大树 这个要特别注意了 对对对 而且这个树的位置啊 也很有关系 如果说是有很多这个大树 都在是靠近马路这个地方 要注意 这个树都很贵 因为呢 你正常的话 你的这个 你买一个物业 它这个地界不是到马路边的 从那个马路边 往里退一定的距离 它是City的 或者你想建一个新房 你比如你原来是单车道 你想扩一下 正好是在你这个车道旁边有一棵树 你要砍掉 因为这棵树是City的 它的成本就会很高 Comparsion大概高多少呢 举个例子来讲 如果是private的 对 如果说是后院的 对 你有一个70厘米的大树 然后呢 这么大了 对 然后呢City也允许你砍掉 你可能砍树的成本 嗯 两千多块钱 然后包括把这个树边给抹掉 给抹掉 抹掉 对 还没有不会挖 对吧 不包括挖 但是呢 如果是City的大树 我就遇到过 正好的话 是那棵 那棵大树 70多厘米 是在砖位旁边 需要砍掉 光砍了一棵树的成本 一万多块钱 哇 超过五倍 对的 为什么这么多 因为 你是自己的树 你砍的话 你唯一的费用 就是砍树费用 对对对 但是呢 如果说是那棵树 是在City的低界上 那再相当于 你是砍City的树 它要有一个 上面的一个计算规则 来算这棵树 值多少钱 没有 我刚刚讲的 我刚刚讲的 一万多只是 赔给City的费用 还不包括砍树的 也就是一万多再加上 再加上两千多砍树 对的 我以为 它为什么 这边真的好贵 一万多 对 所以如果是 你的那个 买了一个烙子 上面有棵树 然后呢 要砍 如果这棵树 还有点 如果这棵树是一棵小树 这里刚种完不久 OK 那便宜多了吧 虽然便宜 但它的抵触情绪 会很多 因为我刚刚讲的那个例子 那棵树是入侵物种 它允许你砍 OK 但是呢 如果这棵树是 City好不容易 刚把它种了两三年 你看到这棵树小 但是从林业部门的角度来讲 我好不容易 把这棵树刚刚弄火 你要把它砍掉 它这个抵触情绪会很大 OK 所以呢 这些都是 那个 在买房投资时候 要考虑进去的 还有呢 如果说是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保护件 如果说是 你这个后院有很多这个大树 然后呢 这些树的还都是 参天那个古树 上百年了 对对对 那 那也快很多 很多 不光如此啊 有些树还是保护树种 所以呢 你想砍掉它的阻力 包括有些人还想把它弄成 这些阻力都会特别特别大 不光是这个City来反对 甚至呢 保护区反对 还有呢 甚至这个 街坊邻居也都来反对 所以这些时候一定要特别特别的 小心 小心 对了 要不就罚款好多 对 多费用 对 OK 那么 那好了 我们 好不容易 进Pass 这个三个不同的部分 对吧 然后我们 找到一个地 找到一个房子 那 一般我买了 买了房子 我要翻键 一般我有什么样的费用呢